你覺得這條題目,我們會先用X 方向來做 X X,為什麼要加X? 我們有什麼很重要的東西我們知道 X是6.5 7.5 對 UX是16,cos60 對,對 就是一粒 AX是0 UX是10,cos60 OK 然後我們知道AX是多少? 0 0 0,對 所以我們很清楚,很快地看到 我們要計算時間出來 運用功式,我們再說 UXX UXX AX AX等於0,所以後面是0 所以7.5 就等於10,cos60 乘以時間 AX是5 對 10,cos60是5 所以7.5除5 就1.5 就很簡單 其實 記得 逢親長題目 前面的部分和後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 還是淺 後面的部分 就有一點難度 現在問題問你 你知道時間後 問一下 究竟高度是多少? P那點 怎樣做? 好 好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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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方向 我們要計算是甚麼 現在答案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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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寫 Y方向 算 算 UY 是10 3 UY Y Y方向 就是cos 10 60 乘以時間 1.5 加2分之1 乎10 乘以1.5 乘以1.5 乘以2次 就是這樣 記得 我們要知道 X方向和Y方向 獨立 獨立到一個地步 除了時間之外 全部都不一樣 看看哪個數據多 我們要用哪個數據去處理 OK 嗯 我沒有新按回答 我借給她 幾年了 不懂做都要懂得按計算機 好 之後這個 吹 好 好 噢 老闆,很糟糕 負9.5 老闆,有多少的,1.74 第一件事負9.5機是錯硬的 為什麼? 看一幅圖就知道了,負數就是下跌 所以,1.7幾是接近一點的 有人按下第二個答案嗎? 1.7小 除了范長平章,沒有人有這樣 我怕錯,不好意思 1.2,2.5,2.5,2.5 成為一個十多 這個十多 這個就是5開封三 5開封三成一些 這樣可以嗎? 1.5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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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好了,真的正確 看得好 好,之後再問一下問題 現在問題是問,如果當球 走近一點的地方 走到X的地方 現在問題是問你 要摘回P的高度 究竟X要是多少呢? 你究竟 噢 怎麼走? 這是UY比UX嗎? 為什麼? 因為同樣是60度 那為什麼是UY比UX? 等一下 這是用... 這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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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字要負數 對 有什麼數字要負數啊? 很淺的 其實圖就是圖欄的 很淺的 其實不淺 其實不淺 很淺的 即是用UY來計算 如果X是7.5 就退到這個位置 不用做 7.5 即是7.5 7.5 就不可以轉X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距離 這個才是SX的距離 7.5 永遠都是一樣東西 當你不懂做的時候 要做什麼 要怎樣? 不要再... 不要做 當然要做的事情就是 堅強寫公式 堅強寫下去 我們寫Y的公式和X的公式 看看 有什麼我們知道的東西 其實你堅強寫就行了 在X方向裡面 這條公式怎麼寫? 叫X加 不只是AS 你給我秘枝數出來 免得用X 用X很噁心的 假設這個叫Y 免得一會見到X 好 Y 我們不想有這麼噁心的公式 好 第一條公式 X方向應該怎麼寫 應該 X方向和Y方向 會不會有些混亂呢? 你們覺得有些混亂 不要寫 不要寫X不是Y 這個叫B 這個叫B B B 但不是說這個什麼 要用上面的方法寫 死人的方法寫 我們先要計算 X的最終點 然後去製造 再說一次 死做公式 用這條公式 代回我們要用的東西 不可以無緣無故事定理 都說堅強做 堅強做有結果 B等於 我們不可以堅守 B情況 是 Y Y 都是T T T T是其次數 B也是其次數 OK的 後面那些東西 因為零了 就空了 做完第一條公式 當你不會做 那時候 把公式寫出來 寫完又有用的 Y方的公式怎麼寫 Y方的公式怎麼寫 又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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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方的公式 上面有一個1074 然後 要去Sign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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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Y方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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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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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 第一條公式 就這樣 哦 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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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歐陽澤奇 幫我按的數機 按 第二條 寫好一點 給你按 這個 是5T二次 所以 如果寫好一點 就是5T二次 把平日搬到右邊 減10 浪費60T 加1.74 等於0 OK 算分T 是多少出來 麻煩 先試 明天我 方便是0.01 哈哈 哈哈 不要走 我以為你沒得行走 好 兩個答案 一個是 0.23 另一個是 1.5 1.5 好 我們現在選擇 時間 你會選擇哪個時間 有0.23 或1.5 你會選擇哪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上面做了1.5 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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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因為我有兩個 兩個是哪裏來的 看看圖 圖是這樣的 它有兩個位置 是點到P點 即是前面的點 和後面的點 現在我們想拿 把整個東西 移到右邊 所以 原本是拿 第二點的地方 我們要拿第一點的地方 所以 我們就拿第一個 一個就是0.23 就是這一點 1.5 就是這一點 我們將整個移到右邊 這樣移到右邊 這個距離就是0.23 OK 找到0.23之後 我們可以找到X 代回到上面的公式 做完 OK D等於 10x6是5 5乘2 0.23 所以答案就是1.15 1米 OK B就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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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自然找到X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 給時間 大家自己做了第一條 我現在可以收嗎 不要收嗎 自己試試做 太六個做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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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